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今天是10月11日的英文新闻 杰西最近过敏超严重的,眼睛也不舒服,然后一直流谜题,然后声音就变得乖乖的,请大家见谅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的新闻,他做了什么事,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Boris Johnson embarked on his trip to Kiev in Ottoman secrecy He arrived in the Ukrainian capital on Saturday, without the world's media realizing he was there until footage of him strolling the streets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Zelensky emerged 好,这边的话,主持单就是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 好, embarked这边的话, embarked on something就是开始 开始他的旅程,到哪里呢,到基辅 好,in optimus secrecy就是非常的保密,in optimus就是极度呢,secret就是保密,保密到家没有人知道 好,那主持这边,he arrived,he 代言者就是Boris Johnson arrived,抵达,好,抵达到什么地方呢,记得要有一个借信词 那这边是抵达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对不对,所以这边要用的是in 好,在礼拜六那一天,without the world's media realizing 好,without是一个借信词,它后面要加的是名词 所以没有这个世界媒体这个realizing realizing就是知道了,发现了,这样子 所以这边你把它改成动词RNG,然后就变成一个动名词 好,世界媒体都不知道 然后,这边realizing后面可以加一个名词子句 这个let's的阅调了 好,那这里的名词子句里面的主持是he 就是Boris Johnson 好,was there在那里,那里指的就是基辅 until,好,这个名词子句里面又有一个副词子句 这个副词子句就是直到什么什么样 好,直到什么呢,footage of him 好,这个footage就是一段影片 谁的影片,他的影片 什么样的影片呢,他在走 of him,strolling the streets 好,他在街上走 跟谁的,跟那个 资安斯基总统 好,emerge就是出现 这边扫兵的,怪我觉得怪怪的 好,在他出现之前 都很保命,大家都不知道他去了 他跟那个 大家有看西国拉约看到 他跟那个solensky 好,两个在路上 在街道上走 真是非常的勇敢 好,这个呢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也是拼那个民调率 好,那个 法国要选总统,所以那个法国总统一直跟普丁在那边交谈 然后,那他们国家就觉得 哇,我们 我们又有那个世界风范 我们又站到世界舞台上 那Boris Johnson,他有一个叫做Party Gate Party Gate的由来就是 美国有一个水门事件 Water Gate 那Boris Johnson因为他在疫情期间在 关底开Party 好,都造成很多人的反弹 这叫Party Gate 好,不知道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要 跑去那边 其实蛮危险的,对不对 但是你也会想说 这到底有那么危险吗 每个总统都跑去了 跑去那边,然后回来 这总统也太 跑去一个战区,正在作战的地方 跑到那个首都去见面那个总统 好,这个也是蛮厉害的 only after he had returned to the UK a Downing Street spokesperson confirmed he had flown to Poland and then traveled by train fare Ukraine railways 就是Guardian的新闻 好,only after 这个呢 连接词 只有在什么之后 还有一个是only if 好,只有在什么状况下 only when 只有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一样 好,这种的话呢 放在前面的时候要导装 好,导装意思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好,只有在他 他已经返回英国了 好,he had returned to UK did a Downing Street spokesperson confirmed 好,就是 你的父子聚在这边 只有在他回来之后 然后呢 唐灵街就是他们的管底的 spokesperson 发言人 好,confirm就是确认 确认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一个名词子聚在这边 好,he had flown 他还飞到波兰去 然后呢 对不起,这边 travel我没有写到 好,然后旅行呢 他的旅行是怎么样呢 就是搭这个 搭火车 好,然后呢 搭那个乌克兰 那个铁路的火车去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去的 非可能太危险了 好,所以但是还是很厉害 跑到战区去 这样子那个 声望度应该可以体贴不少 好,刚刚讲到一半这个 这个only if在前面的话 本来是这个唐灵街的发言人confirm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这个confirm本来应该是过去式 可是这边的话 假如这样的附词 连接词在前列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导装 而且不用逗号 好,所以这个confirm这边 did 过去式拉到前面来 主动词 假如是现在简单词 就会得子 这样子 好,那这个confirm 这边是过去式对不对 他确认了他 回到英国之后才确认 所以两件事情 一件发生在一件事情 用过去完成 第二件用过去简单 那这里也是一样 他confirm他 飞到波兰去跟旅行 好,这里的话也是用过去完成 是这样子 好,首先讲一个政治新闻 后面会讲的是 还有一个是 那个是金片的新闻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Boris Johnson embarked on his trip to Kiev in ultimate secrecy he arrived in Ukraine capital on Saturday without a worse media realizing he was there until footage of him strolling the streets with President Vladimir Zelensky emerged Only after he had returned to the UK did a downing street spokesperson confirm he had flown to Poland and then travel by train via Ukrainian railways 好,第一个 in bulk up 或者in bulk on 或in bulk upon something 就表示开始做某件事情 通道是重要的事情 好,那in bulk本身 会是上船的意思 好,第二个 automus 最大的 好,极度的 怎么样 第三个 secretcy secretcy 好,就是一个秘密的状态 再一个保密的状态 那假如是一个秘密 我们用secret 这样子 这两个都是名词 稍微注意一下 好,第四个 footage footage 我们突然用来讲的是 一般一段的影片 好,第一个 就有13部 好,第二个 emerge 也常看到 emerge 动质 浮现 出现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了 这样子 好,第二个 spokesperson 就是发言人的意思 就是引起 而第二就是 一场烧动 快引起一场烧动 好,whenever 每一次 所以这边就现在简单是 每次啊,他要付钱 在那个商店啊 或在餐厅的时候 都会引起成烧动 哦,父亲为什么引起烧动 来看一下 this is because the 37-year-old doesn't need to use a bank card or his mobile phone to pay instead he simply places his left hand near the card tack this card reader and the payment goes through 好,this is because 好,这个就是 引起烧动的原因 因为怎么样 那这个because 只是一个 重组 这个是一个 连接词 所以他后面需要 个主持动词 主持就是 三十七岁的这个人 doesn't need 就是你的动词 不需要 需要干嘛呢 不需要用一张 bank card 一张银行卡片 或者他的手机 来付款 啊,我们现在就是 不用现金的话 就是用卡片嘛 对不对啊 还有用手机 都可以付款 instead取而代之 he simply places his left hand 好,主持是他 simply 就仅仅 只要怎么样 price这边 是当动词 放的意思 放置 把他的左手 放靠近那个 contact this contact是接触 对不对 contact this 就不用接触的 感应的 这个卡 reader reader这边 就是读卡机 这样子 and the payment goes through 然后这个付款 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手靠进去 付款就完成了 这是什么回事呢 好,我们继续 下来看 he is able to pay using his hand because back in 2019 he had a contactless payment microchip injected under his skin 好,他能够这样付款呢 是为什么呢 他能够付款 好,用他的 手来付款 好,是因为呢 在2019年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有一个 不用接触的 这个付款 晶片 感应式的 支付晶片 好,就植入 intrax是注射的意思 好,这边植入 他的皮肤底下 诶,这很方便耶 大家看一下 诶,这不见了 诶,还没到大厦 对不起 大厦是等一下 就这样子 就可以付钱了 这个人用的是右手 好,所以呢 当这个感应器 接近的时候 他的手 这边就会亮 这样子 然后呢 一个晶片 很小 非常非常小 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呢 叫你装的话 像杰西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忘记带 忘记带那个 卡片youtube卡 然后就 杰西的youtube卡 是跟钥匙放在一起的 然后已经感测来不及了 可是身上又没有钱 可以投youtube卡 就很惨 只要赶快再跑回来找找找找 找半天还找不到 就先拿零钱 然后要回 最后最后才找到 然后今天坐公车的时候就发现 现在有公车可以用Line 配付款了 假如可以用Line 配付款 我就不用我们悠有卡 也可以了 感觉以后会越来越方便 那这个呢 就杰西这种人最适合 一天都有万东万西的 然后执在手上 就永远不会带 不用带钱包处 出门都没关系了 这样子 这个蛮新颖的 可是人家是2019就有了 台湾好像还没有听说 大家会不会有兴趣呢 这个 这样子的服务进来之后 Patrick Pullman calls this a slur whenever he pays for something in a shop or restaurant This is because the 13-year-old doesn't need to use a bank card or his mobile phone to pay Instead, he simply places his left hand in order to contact this card reader and the payment goes through He's able to pay using his hand because back in 2019 he had a countless payment microchip injected under his skin 好,第一个 s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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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r本来当动词是脚的意思 搅拌啊 脚 这边当名词的话 可以引起一个正烧动 这样的烧动 第二个please please很特别 名词它是地方 对不对 动词它当放置 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好,第三个simply simply是否则紧紧 只要怎么怎么样 第四个contact list contact list contact是接触 对不对 list的话是一个 否定的自为 所以就是非接触的 就是我们一般讲感应的 reader reader就是一个电子的试读 即试变机这样子 payment payment这一定要知道 就是付款 再来inject inject东西 注射 什么东西 好,microchip microchip就是晶片 好,今天要讲到最后这个 杰西刚好 刚才在新闻上看到 好多的动物非常夸张 the spanish seafood guard says it is investigating a person who owns a private taxidermy collection with more than 1,000 animals,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protected of extinct species 这是NPR的新闻 诶,这有一段吗 有两段 对 好,这个西班牙的国民警卫队说了后面一个名字字句 他指的是西班牙警卫队正在调查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who到最后面是你的行动词子句 这个人拥有一个私人的 好,private是私人的 标本的收藏品 好,这个私人标本收藏品 他们是查到一间仓库 那间仓库里面有这么多 超过一千只动物 好,包含了有一些呢 好,有一些是怎么样呢 行动词子句又出现了 有一些是被保护的或濒临学种的 species的话就是物种 好,它的单负数是同型的 我这边的单子应该放到后面去 好,那里面有什么样的种类呢 里面有species of cheetah leopard, polar bear, rhinoceros along with nearly 200 ivory elephant tusks were among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valued at 29 million euros more than 31 million dollars 好,这是NPR的新闻 因为是在那个西班牙发现的 对吧,所以这是用euro,欧元 NPR是美国,所以把它换成美元 这样子 好,species就是物种 包含什么东西呢 cheetah就是猎猫 leopard是猫 两种不同的猫 你可以上google一下 好,那个图片就可以知道 它的差别在哪里 puller bear,北极熊 rhinoceros就是犀牛 好,有时候我们很通然就讲 rhinos 好,along with 就还有呢,什么东西呢 将近200只的象牙 都在这个很广泛的它的收藏品当中 好,value的话 这边指的就是这些东西 好,那应该是which word value which word省略掉了 价值是在2900万欧元 差不多3100万美元 大概是1亿台币左右 好,然后姐姐刚看到 真的觉得 好,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看新闻画面里面啊 它有那个大象的脚 就是做成椅凳这样子 然后 它还讲说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很可爱 做的那个大象脚的椅子 它是真正大象的脚 我的心都 就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上网看一下 或者这个图片都有 这个全部都是那个标本 犀牛大象 还有绝种的孟加拉虎 然后还有很多羚羊什么什么的 好,看这个象牙 这多少只大象死掉了 一只大象两只象牙 好,所以这个就是 非常 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后 他们还在调查当中 看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我觉得应该是非法的 弄到这么多的东西 好,这一定都是 到最后是摆在某些人家里的 好,来 第一个 我们再看一遍 The Spanish Civil Guard says it is investigating a person who owns a private taxidermy collection with more than 1,000 animals including some that are protected tacted or extinct species Species of cheetah leopard, prolobeyr, rhinoceros along with nearly 200 ivory elephant tusks were abundant extensive collection valued at 29 million euros more than 31 million dollars 好,那我们看一下单字 这个 taxidermy taxidermy 就是把动物制作成标本 collection collection的话是名词 收藏品 不一定要很贵重的 我说收藏邮票 收藏贴纸 那也是collection 而第三个 extinct extinct 这个是其中词表 是绝种的 好像一个孟加拉虎 就是绝种了 然后也在那里面 其四个 species species 这个词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单腹素 是同型的 表示个物种 cheetah cheetah是猎豹 leopard leopard 是豹 poly bear poly bear 是北极熊 北极熊为什么吃不到气 大家想想看 好 好冷的笑话 rhinoc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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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犀牛 我们都很偷懒 直接讲rhinoceros ivory elephant tusk ivory elephant tusk ivory其实就是象牙 tusk 也是那个大象的那个牙 这样子 第四个 extinct extinct 广泛的 除了个 fairy fairy 它本来是名词子 价值 对不对 动词指的是给什么什么 估价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我今天状况则是不是很好 但是很多天没做 我想说还是来做一下这样子 好 希望明天状况会好一点 状况没有好的话 可能就没有做就请大家见谅了 好的 谢谢大家 祝大家这个周 这个有一个新的愉快的一周 我们下次见 拜拜